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说说你中专之后是干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 中专我留在家里 我家是开了一个3000到4000瓶的商场 我待在家里面做了一个采购跟前台的收银工作 那你们家经济收入还可以 以前可以 后面就家里有点事情 父亲生病我就把商场是已经卖掉了 我父亲走了之后 所有的压力是在我身上 我知道我应该要出门工作 那你的父亲大概在病床上 被病魔折磨了多少年 五年 这五年家庭应该很难受 经济跟我们家属的心理会有点承担很重 因为当时如果去重症ICU抢救的话 一天是一万多的医药费 如果不抢救的话 每天大概是几百到几千是要的 我不知道目前我是很少去过清明节 或者是说父亲节 我甚至过年我都不怎么去看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去看他 我父亲还是一直在的 只是我现在见不着他了 这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来说 还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你这一辈子立志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有尊严 有价值 有尊严 有价值 对 所以17岁那年你就出去了是吧 我是17岁去打工 就服装批发服务员后面就去做理美 你是自己创业吗还是打工 对 创业 创业 自己开 你自己也动了 动得好像还挺重的 我感觉你脸上就两种表情 一种是笑 一种是愤怒 没有那个细微的表情 我给你挑一个人出来 来 李雨昕到台上 李雨昕 请问你站在他身边 有身高上的被压迫感吗 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 那这种自信来源于哪里 自信这件事吗 也许在今天我们颜值上的提升 能给我们尤其是女生 有增加一部分自信 但是内心的储备 能跟人 其实包括未来的 未来的路径 成长路径也好 未来的规划也好 都息息相关 其实从这个女生身上看来 她其实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 她的父亲 那五年 而且她也经历过最初的 最原始的创业 其实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她的人生是有积累的 对吧 但为什么总是感觉 这个女生站在这个舞台上 是挺挺玉利 是挺漂亮 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这点东西补上了就更好了 我也说不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她缺少的是 游了一个二万那种自信 对未来的不笃定 张正斌 你今年五十几了 五十一 无胜是三十多吧 三十九 好 那个九零后观察团 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 一次回答 先九零后的这个男孩子 这两个女生 你选谁做女朋友 我选 吕欣姐 原因是什么 我喜欢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的人 你不选择她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她太高了 就是我怕我驾驭不了 来 吴胜 如果从类型上面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 万小梅这种可能是 我这种直男内型的 我会觉得相对还好一些 那我留号码给你 为什么选她 我不喜欢女生 短头发太强势的感觉 我不喜欢女强人 来 张正斌 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和那个谁 吴胜是一样的 小梅 我跟你说 我们俩都是直男同盟 她是这样 就是这个 我对女企业家 有一些这个小的奇异 这个我觉得吧 这个女性 当了这个管理者之后 慢慢的性别的就没了 语言呢 生活当中的这个 特点就没了 慢慢的就变成女汉子了 所以没有女人味了 那我是这样一个理解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已经被社会淘汰的 中老年男性 然后苦苦地想要抓人话语权 那最后这么一点机会 真的就是 就你们这种选择标准 简直就让人侧目 完全不匹配你们 姐家的身份 我觉得你说自己读书读出来的 然后自己这婷婷欲站在这儿 有什么可能被你们挑挑拣拣的 你们不想想 就你们这样的 就到婚恋市场上 就有些也不会选你们 对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点 随老师忽略一点 你也不耐顶 小梅身上也有非常多的优点 她经营企业 有自己的想法 你们都没看到 你们就看到人家 行行行 婷婷欲立地站在这儿 别转移目标 我本来我认为 其实我没有想到 这个人开始不淡定 你能明显看见 这两个人在一起 分别流落于 这两个时代的女人的产物 一个是内心 其实也是不甘寂寞 为了追求事业 但岁月又留下了沧桑 叫沧桑 然后你就会感觉 这真像一对母女 这个话就太狠了吧 如果这个女生 其实她有 非常好的外形条件 与其是她说 她缺乏一份从容和淡定 其实她缺少一份心情 和一些气质 她真的是需要 生活本身的知识的积累 需要对于生活的理解 她脸上才有那种气质 不是你登上高跟鞋 你都能揣出来的 来 再见 谢谢